接下来的10天我来连续引爆美国医疗的种种内幕 今天第一天就来颠覆你的认知 美国医院必须先看病后交费吗 大家一定会认为答案是yes 但事实上不一定 美国在1986年通过的紧急救治法案 确实要求在病人必须要看急诊的时候 医院不得因为病人不付费而拒绝救治 但是请注意 这只是适用于紧急的情况下 而诸如头疼啊发烧啊恶心这种 并非紧急情况 医院是有权要求你先付费再提供治疗的 比如说这位女士女儿 就是因为她前一次看病的账单还没有支付 所以这一次医院要求 必须当场把钱还清之后才能为她看病 而随着最近几年 越来越多人购买一些价格便宜 但高自付额的保险 自付额就是你要先出几千块钱之后 保险才会介入帮你支付剩余部分 所以越来越多的美国医院要求病人先交纳自付额 再提供像手术这样高成本的治疗 这样就可以避免出现病人长期拖欠医疗债务的情况 但是从实际操作来看 更多情况下医院还是对绝大多数患者采取先看病后交费的做法 那这是为什么呢 明天我就来详细的介绍 美国医疗时日谈天天杀新世界观 明天见